万众期待之下 KPL春季赛总决赛他来了 Hero终究还是守住了作为KPL战队的尊严 3比1拿下比赛 而无畏也收获了辅助位置上的首个MVP 第一局两边就打得非常胶着 前期无畏的蔡文基因为没有出抵抗鞋 被XYG机小满和布置火舞连控 连闪现都交不出来 连续阵亡了两波 XYG也因此拿到了一定优势 队友对于无畏蔡文基的失误也提出了建议 ROC和小E都在快要推水晶的时候 指导了一下 你下次小心一点你知道吗 没有我知道我看哪里玩来了 不是你听到哪里玩卖 那你要出抵抗鞋啊 对你出抵抗鞋卖就可以了 你闪都没叫 我看你竟然什么都没叫 这边表了 西地鞋转发穿鞋 前面没拿的 我直接到手把你猜了 Hero能赢下这局主要靠的还是星恒 在XYG上高地时星恒站了出来 他的狂铁闪现开团 开到了秀斗的戈亚 帮助Hero稳住了一波节奏 当XYG推下路高地时 又是星恒 这一幕前面刚看过 背开的依然是秀斗 虽然本赛季Hero状态很差 但星恒的个人表现 却是没有问题 和场上的其他九个人 有种格格不入的感觉 XYG前两局一直在搬辅助 是不是觉得 无位的英雄池不够啊 直接给你掏一手中奎 不得不说 他的中奎命中率还是可以的 比上一场的桑齐 表现要好得多 在红区这波勾中鲁班大师 成功把团战开起来了 在今晚想要进场切后排时 又是一勾把狂铁勾了过来 最后一波无位很是自信 闪现出勾命中黄中 虽然秀斗点了链子 但是Hero亚连和火舞直接跃躺 团战势如破竹 无位的钟奎 也拿到了这局比赛的MVP 转辅助这么多场以来 算是给了自己一个交代 第四局的达摩达婉儿 让我想起了曾经的杜劫大战Kat 星恒数次拦截婉儿上天 有杜劫的风范 只不过这婉儿 确实跟Kat很难比 依靠着星恒这首达摩的出色发挥 Hero也一直都压着XYD打 大蜜蜂情况下 西河的苏裂选择了极限绕后 害怕对面发现不了自己 还特地把行招之剑换成了奔狼 这西河在干嘛 西河 西河你在干什么 看到了 西河 这能单杀的掉吗 这一套技能打完 西河你在干什么 有人这么闹的吗 总之肯定走不了了 只能这么拼一拼 没想到铃铛这顺着草丛走啊 你西河你这样 你这样导致我们这个比赛赢得很没有含金量啊兄弟 你这拉低了我们这比赛的含金量啊 最后宇波节目效果真的满分 两边团战打得火热 无谓的张飞已经在上大分偷家了 妙手神偷拿下比赛 为这场大家期待已久的比赛 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一个变了大的张飞在那里把家推了 对于胜利的渴望展现得淋漓尽致 是的 虽然是个有走位的选手 但还是身上流着打野的血